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让完成后火币李林成为同城控股实际控制人 据火币官网信息 火币平台成立于2013年 累计交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 一度成为全球最大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占据全球50%数字资产交易份额 先后获得真格基金 红杉资本投资 目前 火币已投资十余加上下游企业 现已完成对新加坡 美国 日本 韩国 香港 泰国 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及地区 合规服务团队的建立 七文网了解到 同城控股 5月17日 发布了2018年中期业绩 公告显示其收益为1.61亿港元 同比增长17% 毛比为0.22亿港元 同比下降25.8% 公司拥有人应占毅力98.6万港元 同比大幅下降54.4% 其中 截至2018年3月31日至6个月 同城控股毛利率已从2017年的21.9%降至13.9% 8月22日 业绩不佳的同城控股发布了停牌公告 至今未复牌 因此 同城控股被认为早有麦克迹象 而此次火币李林收购同城控股股份 成为实际控制人 也被认为是借壳上市 进行资本运作的一步棋 值得注意的是 在7月底练德德吐槽大会上 李林还表示关于火币有意借壳上市 只是一个谣言 同时他也补充 借壳上市从操作上存在很大的难度 但是 我们并不排除传统资本市场 不过 此次收购仅为李林和腾荣松的个人收购行为 目前火币并未对其注入资产 有业内人士提出 尽管是李林 而非火币 成为了同城控股的实际控制人 但是在资本层面上 火币上市已经有了足够的预期 而且 在操作层面上 如果火币与前期的谣言澄清相反 走上了借壳上市的道路 那么作为交易所的火币 想要在港交所上市 步入传统资本市场 向同城控股注入的资产 显然需要剥离交易所业务 专为服务类等非交易所业务 另外 去年9月 七部委联合发布RCO禁令 国内交易所纷纷出逃海外规避监管 近期对虚拟货币的监管也是愈加严格 大批区块链字媒体账号被封 禁止承办虚拟币推介活动文件也已经蔑视 据七文网此前报道 早在3月2日 国内两大虚拟数字 必交易所OKX和火币网的公众号相继出现异常 OKX微信公号被封 公众号火币网则直接消失 7月6日 火币网的中文网址已在国内进行屏蔽 在整治区拟货币的敏感时刻 火币作为区块链巨头 收购香港主板上市公司转型区块链服务 无疑吸引着众多目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